一切要等到2024 美國的總統大學選完之後 美國會真正開始對付中國大陸 這個時候 台灣的領導人 就會變成真正的世界 我個人認為 美國很可能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 國民加入聯合國 甚至 要宣布跟台灣建交 用這種方式 然後又死台灣的領導人 不斷地高調 那高調之後的結果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可能會 不得已 就會選擇開戰 因為如果不開戰 他共產黨在中國大陸 自己的掌控權都可能會不穩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就變成跟烏克蘭一模一樣 美國要的只是 未來在這個衝突發生之後 全世界 都應該去制裁中國大陸 這樣子才能夠把一個 未來會挑戰他的強權 就硬生生的把它扼殺 這就是美國的算盤 非常非常明確 我想正常人都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歡迎收看 耿傳美有耿來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謝安斌 那 最近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俄烏戰場上面 巴赫姆特這個戰略要地 那已經 戰爭可能快要到尾聲了 因為包括 歐盟的秘書長 史特登伯格 他都直接不諱言說 可能戰鬥在幾天內就會結束 那應該就是 俄羅斯會掌握這個城市 那這個城市被掌握之後 當然 歐盟這邊也強調 說這個不會成為戰爭的轉捩點 那 戰爭還會持續下去 那我也相信戰爭一定還會持續下去 因為 北約不可能就此打退堂國 可是 最近在歐洲真的發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一方面是 巴赫姆特 這個很奇怪的地方 也就是 不管是烏克蘭也好 或是歐盟也好 一直聲稱這裡根本不是什麼戰爭要地 完全不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 烏克蘭又不斷的投入兵力 然後 在這個地方死撐 然後消耗彈藥 消耗人命 那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 這個 北溪管線到底誰炸的這方面 又有最新的進展 他們這些媒體呢 西方的媒體就說 哦 其實呢 這個很可能是烏克蘭幹的 那為什麼是烏克蘭幹的呢 是說烏克蘭有一組人 趁機夜黑風高 然後搭了遊艇 然後就下去埋了炸彈把它炸掉 那烏克蘭當然是否認說 我們根本聽都沒聽說過這件事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這兩件事情 其實也可以跟亞洲目前的局勢 總和起來談 那我先談談巴姆特這個地方好了 巴姆特呢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是 這樣一個被烏克蘭宣稱 毫無戰略價值意義的地方 然後 你一直不斷的投入重兵 一直不斷在那邊死守 哲倫斯基自己也到前線去 然後一直跟大家宣稱說 這個地方絕對不會丟死 我們絕對不會投降 也不會撤退 那一個地方如果沒有戰略價值 你在這邊犧牲這麼多人命 到底做什麼 那如果沒有戰略價值 俄羅斯一直不斷的投入兵力 一直包括瓦格納傭兵團 包括其他的這些彈藥武器 難道俄羅斯很有賢 顯得沒事幹 反正人該死就讓他儘管去死 是這樣嗎 這個聽起來就很不合邏輯 那 烏克蘭後來大概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講法不太合邏輯 所以他們又發明出一種說法 說是什麼呢 他們為什麼要留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俄羅斯人很笨 俄羅斯人不斷的投入精英 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反正我們閒著也是閒著 就一直留在這個地方 去殺傷俄羅斯的精英部隊 把他精英部隊都幹掉了 這就是這場戰役的目的 那問題來了 主攻巴赫姆特的軍隊是誰 是 所謂的瓦格納傭兵團 那瓦格納傭兵團一直被西方宣稱是 俄羅斯強迫他們這些重刑犯 去加入瓦格納傭兵團 以此換取未來戰爭結束之後的免刑啊 或是能夠回復一般的公民待遇 那這樣的一個部隊一直被大家嘲笑說是 紀律欠佳啊 然後戰術拙劣啊 然後訓練根本很低等啊 根本就是一堆雜牌軍 那結果不但這個雜牌軍 讓巴赫姆特的烏克蘭軍陷入苦戰 而且現在你突然間告訴我們說 在那邊是目的是消耗俄羅斯的精英 那所以搞了個半天 瓦格納軍團是精英嗎 那他到底是一個很爛的雜牌軍還是精英 因為現在主攻的一直都是瓦格納傭兵啊 所以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個人是覺得說 其實烏克蘭也不用再演了 北約也不用再演了 歐盟也不用再演 巴赫姆特當然很重要 因為巴赫姆特對頓巴斯的地區來講 他就是掌握了一個門戶 如果巴赫姆特被俄羅斯攻下來的話 就可以位數整個頓內茨克附近的安全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一個進攻發起點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因為頓巴斯地區頓內茨克這些地方的 上游就是在這個地方 巴赫姆特這個地方 那以前烏克蘭一直由這個地方來控制 去關下面的水源 去結下面的一些相關能源的輸入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一被俄羅斯攻占的話 他當然就可以解除這些 對俄羅斯佔領區 也就是東烏克蘭這些地方的威脅 這個地方當然有他的戰略意義 不然雙方不呆瓜 幹嘛要投入兵力 當然烏克蘭方面一直宣稱說 俄羅斯的損失是烏克蘭軍的七倍 那烏克蘭軍的損失很輕微 然後俄羅斯大量被殺傷 我先講 就是 瓦格納傭兵團其實人數並不多 他大概也不過就是兩三萬人 那這兩三萬人 假設是七倍的話 那 假設烏克蘭這邊損失一千人 瓦格納就要損失七千人 一般的部隊 基本上傷亡達到30% 這個部隊就會被判定失去戰力 傷亡如果超過一半的話 基本上就潰敗 除非他是被包圍的軍隊 他沒有地方可以撤 才會戰到最後一兵一足 不然的話以進攻方來講的話 損失如此慘重 他根本已經喪失進攻打擊能力 那為什麼到現在還是 瓦格納傭兵團在做進攻 然後烏克蘭方做防守 顯然很明顯的 這個傷亡數字比 傷亡交換比 絕對是超乎烏克蘭的說法 我個人認為 當然 瓦格納傭兵團作為進攻方 我們以一般持平的來看 他的傷亡如果有你的三倍 就已經很了不起 那實際上恐怕 在目前的戰場情況來看 恐怕了不起是1比1.5或1比2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人力資源遠遠不如俄羅斯的烏克蘭來講 這樣的交換比 其實長期下來會對他造成非常嚴重的損失 這也就是為什麼 折倫斯基一直要求西方對他增援 給他最先進的武器 給他一些裝甲車彈藥這些東西 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實際上這種消耗戰 烏克蘭是消耗不起 那北約實際上也早就看出 在這個地方敗向一線 所以也一直扣住 並沒有很積極的對他投入軍力 因為實際上我個人認為 儘管歐盟宣稱這不是戰爭的轉利點 我認為巴爾姆特是 他是什麼樣的轉利點 不是說這個戰爭就會結束 而是他慢慢的會對戰爭營造一種和平談判的契機 也就是從去年到今年的這樣的損耗之後 烏克蘭其實他的戰爭發起能力 進攻發起能力已經越來越差 之前還有一種說法是說 烏克蘭在頓巴斯這個地方 擋住之後 接下來美軍會支柱他在烏南這個地方 往克里米亞方向發起一波反攻 那用這個方式來換取有力的戰爭位置 然後逼迫俄羅斯談判 但在我看來 以烏克蘭現在人力資源的枯竭 恐怕他們要再發起一波新的反攻的機率是不高的 那反而是俄羅斯這一方面 雖然他的損失也相當慘重 可是如果以他現在慢慢回穩腳步 穩扎穩打的方式 基本上我認為戰線會開始成為一個拉鋸 也就是雙方都不太會發起更大規模的攻勢 那接下來當雙方形成一種對峙狀態的時候 先不要說和平談判 但是停火的契機至少是有可能 可是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突然之間出現了所謂的北溪管線 是烏克蘭炸了這樣的一個消息 西方好幾個媒體都轉載 那請問一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整個說法聽起來非常像冒險小說 也就是烏克蘭有一個反俄羅斯的團體 民間團體 然後他們租了一台遊艇 然後這個遊艇上面有一個醫生 然後有兩個潛水夫 然後兩名助手還有一個船長 然後就趁著夜黑風高帶著炸彈 然後就找到了北溪管線的所在位置 然後就潛到海裡頭去 就放了炸彈 最後遠端遙控把它炸毀 聽起來我知道對一般人聽起來說 好像也是有可能 如果你電影看多的話會覺得有可能 但是我先提醒大家注意一個 第一個包括西方目前組成的調查團 一直不斷的告訴我們 因為北溪管線是一個非常堅固的管線 它可不是隨隨便便弄個塑膠管在下面 它那個是非常厚的鋼板 然後外面還有包水泥的 這個東西可不是一般的炸藥可以炸毀的 所以估計是至少是1000磅以上的炸藥 1000磅是什麼意思 1000磅就是400多公斤 你覺得只有六個人用一台遊艇 在400多公斤的炸藥 請問一下他們在水裡頭 他要怎麼去運送它 怎麼樣去把它移動到確定的位置 請你告訴我怎麼去移動 這個要相關的起重機具 一些特殊工具才做得到 這個絕對不是一般的民間業餘人士 或是一般國家的軍隊做得到 我跟大家講其實包括我們的 我們台灣的軍隊都做不到 這一定要非常非常專業 而且有很多特殊機具的部隊才做得到 這一定是專業人士幹 第二個北溪管線在哪裡 北溪管線在深海也就是80到100公尺 110公尺左右的深度 那你以為在水底下80到110公尺左右的深度 那個尤其他們襯的夜黑風高 是身手不見五指喔 你在深海裡頭 你打開就算你有帶光源好 支帶光源好 那個視線都只有幾公尺喔 第一個你怎麼找到定位 一定要有人提供你非常非常精確的定位 才找得到 第二個 請問一下 你有幾個人能夠在100公尺左右的深度 在那邊移動如此沉重的炸彈 然後花費非常多的時間 在那邊裝設之後 然後再慢慢回來 有幾個人能夠做到 我提醒大家 一般的業餘潛水 我是指帶水費的喔 不是只有潛水 一般業餘的帶水費的深度下限是40公尺 超過40公尺以上都是職業 那100公尺左右 抱歉 全世界能在下面行動自如的潛水服都沒幾個人 那烏克蘭是個內陸國家 你覺得他會有幾個多了不起的潛水服 那就算真的是烏克蘭人幹的 只有一個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 就是有人特別去訓練的烏克蘭人 然後給他特別的特殊裝備 才能夠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即使真的是某個 就真正的去炸毀的兇手 是烏克蘭人 這個烏克蘭人一定受到 先進國家的高科技訓練 他才有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我老實講 這跟美國人自己幹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美國人自己親手幹的 跟他訓練傭兵去炸毀 的意義差別在哪裡 基本上是一樣的意思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傳出這個消息 因為之前摩西也就是那位 博士講得主 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整個北溪就是美國人幹的陰謀 那這個東西不管是美國也好 西方世界也好 他們查也不能查 否認也很難否認 因為否認大家也不太容易相信 所以為了去洗地 為了去轉移目標 只好把這個消息傳出來 說你看你看這是烏克蘭人幹 那烏克蘭政府知道說 我們聽都沒聽過這件事 這到底幹我屁事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很明顯的就是 他在利用烏克蘭去殲滅他的對手 那他的對手是什麼 他的對手只有俄羅斯嗎 抱歉 其他的對手包括歐盟 美國很明顯的利用烏俄戰爭 一舉殲滅他在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兩大對手 一個是他的樹敵俄羅斯 另外一個是未來 在經濟上 甚至在軍事上 都跟美國會 齊頭並肩 甚至一絕高下了歐盟 因為歐盟一直處心機率想要 發展歐元成為國際通用貨幣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其實是把歐盟跟中國一樣 視為他的潛在對手 所以他是借了俄烏戰爭這個機會 一次幹掉兩個對手 那實際上他還想幹掉第三個對手 第三個對手是誰 當然就是中國 那中國他最近是用什麼方式想要幹掉他 除了對半導體的打壓 對其他相關的經濟制裁 找了盟軍 不管在軍事上或經濟上 對中國大陸做圍堵之外 那實際上最新的發展就是 麥卡錫 也就是蔡英文去美國可能會跟麥卡錫會面 那看起來好像其實美國是說了 雖然我看到很多人都說 啊又是中國人又在跳腳啊 中國人又一籌莫展啊 中國人無可奈何啊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麥卡錫本來是說 中國無權干涉我要去哪裡 他無權過問 所以我要去台灣就去台灣 那他自己是說他要來台灣 那結果呢 現在突然之間不來台灣了 變成可能明年再來 或是之後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 然後 又變成蔡英文到美國去跟麥卡錫會面 那明眼人都知道 這個顯然不是蔡英文要求 因為蔡英文沒這個能力 他也沒這個膽量去跟美國人要求 很顯然這個事情的發展是什麼 就是請大家注意中國大陸最近的一些動作 也就是中國大陸突然之間 過去在美國還蠻軟的情張突然變強硬 然後習近平也開始非常不客氣的直接指出 美國就是用冷戰思維來對待中國 他準備在圍堵中國 那雖然美國這個動作 早就是現在進行是非常多年 可是習近平過去從來沒有這樣指明的講 那習近平會這樣指明的講 其實目的是什麼 就是在告訴美國 我對你就是這樣 接下來如果你在超過我的最後縫線 那抱歉我就會直接反擊 這個反擊可能是軍事上 可能是經濟上 可能是其他全面性 那因為拜登要競選連任 所以拜登自己也知道 如果麥卡錫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又飛來台灣的話 會給中國大陸製造什麼樣的一個藉口 讓他進行什麼樣的一個行動 那中國大陸也非常直截了當的告訴了美國 所以拜登也不囉嗦 因為過去裴洛西跟他是同黨 所以他只能用勸 那現在對麥卡錫他就非常簡單 他直接告訴麥卡錫 如果你去台灣 會引發中美之間造成這樣的衝突 那接下來說一切後果是你共和黨需要去承擔 不是我們民主黨的事 那麥卡錫也知道 平常在國內叫一叫 抗中保美一下 OK了沒問題 但是萬一真的引發了 中美之間嚴重對峙 甚至台海之間的衝突進一步惡化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扛得起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國雖然現在對中國大陸的厭惡程度非常非常高 對中國有好感人只有只剩15% 可是多數的美國民眾還是不願意跟中國大陸直接開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麥卡錫只好鼻子摸一摸 他還是在強調一次 中國無權過穩無權干涉我要去哪裡 可是呢 他要跟蔡英文在美國見面 那當然他跟蔡英文最終用什麼形式見面 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也會影響到老共接下來會採取什麼樣的反應 可是顯然美國知道 在面對中國大陸這件事情上 他必須要找一個代理人 也就是他在歐洲的代理人是烏克蘭 當時烏克蘭就是被美國人騙了 烏克蘭一直想要加入北約 那本來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呢 北約跟美國就一直跟他講 好啊好啊這次有機會了我們來談啊 大家來談談看沒關係 我們挺你 然後 然後 折倫斯基就以為真的有機會 就大動作要準備加入北約 然後俄羅斯就派兵 警告他 你不要再動了 再動我就要出兵了 然後美國還一直勸他一直勸他說 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然後等到最後 開戰前一個月 拜登突然轉變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然後拜登突然說 俄羅斯是有可能開戰了 但是問題這時候折倫斯基 因為對國內話已經說的太滿 喜虎南下 沒辦法 怎麼辦 就只要硬著頭皮說 我相信俄羅斯不會打的了 結果俄羅斯看你烏克蘭半天沒反應 因為烏克蘭如果也加入北約 那北約就直接到他家家門口 而且是俄羅斯的心臟地帶 對普丁來講他無法忍耐 所以他就出兵了 那現在美國在亞洲玩的是同一個套路 他現在先因為拜登要爭取連任 所以呢 他暫時就是去跟麥卡錫講 有什麼後果 你自己要負全責 他希望暫時不要由美國這方面先發動 但是就算是麥卡錫沒來台灣 蔡英文去了美國 一樣會引起老共一些動作 我跟大家保證絕對會 只是這個動作大小 這個動作大小要似乎 蔡英文跟麥卡錫見面的方式而定 那只要老共做出了這樣某一些動作 他一方面美國又可以宣傳說 你看中國就是一個不理性 我們只不過是進行一個正當的 這樣的一個外交行動 那老共也在那邊抱怨 也在那邊跳腳 也在那邊窮兵獨舞 你看中國就是一個野心自大狂 就是一個想要侵略世界的人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但是這只是前奏 一切要等到2024 美國的總統大學選完之後 這個時候 美國會真正開始對付中國大陸 這個時候台灣的領導人 就會變成責任司機 我個人認為 美國很可能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 我拱你加入聯合國 甚至我可能要宣布跟台灣建交 用這種方式 然後又死台灣的領導人 不斷的高調 那高調之後的結果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台灣加入聯合國也好 或是跟美國重新建交也好 都會直接形成所謂的兩個中國 那這個兩個中國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講 是他們絕對無法接受 所以當局勢如果演變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可能會不得已 就會選擇開戰 因為如果不開戰 他共產黨在中國大陸自己的掌控權 都可能會不穩 那在這種情況下 最後會演變成什麼 就變成跟烏克蘭一模一樣 也就是 美國實際上也沒有跟台灣建交 沒有 美國實際上也沒有讓台灣加入聯合國 沒有 因為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美國其實無權單方面 讓台灣加入聯合國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就是台灣這邊高調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解放軍被誘惑 然後開始產生攻擊 攻擊的結果 到底是像烏克蘭 跟俄羅斯電戰戰一樣 曠日持久 或是閃電戰一下就被解決了 對美國來講都不重要 實際上 大家看到烏克蘭戰爭初期的時候 連美國人都認為 烏克蘭很快就會被俄羅斯解決 那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烏克蘭被俄羅斯解決之後 他能夠名正言順的聯合歐洲這些國家 全面的制裁俄羅斯 這才是美國人要 同樣的 台灣未來抵不抵抗得住 能不能夠撐得住 是不是能夠拖住解放軍 對美國來講一點都不重要 如果能夠撐得住最好 撐不住就說了 無所謂 所以 美國要的只是未來 在這個衝突發生之後 他能夠全面性的 他再也不用去立法幹嘛什麼 都不用撈出這麼多了 中國就是惡霸 所以全世界 都應該去制裁中國大陸 這樣子才能夠把一個 未來會挑戰他的強權 就硬生生的把他扼殺 你看 用一個烏克蘭戰爭 解決歐盟跟俄羅斯 再來用一個台海之間衝突 再解決掉中國 那美國至少又保證他的世界霸主 至少30年 這就是美國的算盤 非常非常明確 我想正常人都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那當然有一些明完不靈 這個我就不知道 所以 在這盤棋的狀況下 就似乎中國大陸的忍耐力到什麼地方 因為美國現在的動作其實很明確 就是如果你忍得住在 你忍得住我就更挑釁 我看你能夠忍多久 那美國絕對不會先動 我跟你保證絕對不會 因為先動 你就不容易去引起其他盟友共鳴 或全世界跟你一起聯合體制 就不這麼容易 所以他要的是什麼 就是台灣要絕對聽他的話 那最近不是又傳出來一個消息 說我們的國防部 正在跟美國談 未來美國的亞洲軍火 固彈藥庫要射在台灣 聽起來好像 哇 美國爸爸真的對台灣太好了 以前都是射在韓國 射在日本 現在要射在台灣了 我覺得相信這件事情 真的腦子燒壞 為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 請問一下美國賣我們什麼武器 美國有賣我們最先進的武器嗎 都沒有啊 那他沒有賣你的武器 他彈藥會放在你這邊嗎 不可能嗎 你用不到的武器 他放在你這邊幹嘛 所以他會來的武器 只有我們用得到 所以大概會來什麼 因為步槍子彈啊 炮彈那些 我們自己本來就會生產 所以他會放的就是 標槍飛彈 自身飛彈 地雷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象徵性的放一點 放了之後 然後幹什麼 我彈藥褲你就設在那邊啊 台灣人不要客氣 盡量用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那他彈藥褲設在你這邊 其實就是等於 另外一件意思告訴你 因為你不是烏克蘭 烏克蘭是陸陸國 我有辦法去支援他 你是海島 一旦開戰 抱歉我愛莫能住 我沒有辦法運 所以你就自生自滅 美國 台海一旦開戰 美國大概會 採取的動作 就是 在日本的這些 離島這些地方 他有所謂的 濱海作戰團 就在那邊跟日本講說 中國大陸只要敢 越雷此一步 只要敢侵略 日本的島嶼 我們美國一定跟日本人 共存亡 我們的濱海作戰團 會率先發動 去殲滅所有來犯之敵 把他們趕到海上去 大概就是這樣 很多人以為 美國濱海作戰團 去演練什麼 躲島啊 要登陸啊 是目的要登陸台灣作戰 你疼死了 你燒壞了嗎 他來台灣幹什麼 他的目的是要跟 是要跟日本在一起 避免中國大陸去奪日本的島 問題是中國大陸 根本不會去奪日本的島 所以這就是一個虛張聲勢 那美國跟日本 一起協同作戰 是有美日共同防禦協定的 那我們呢 我們的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已經早就廢止了 我們跟他斷交了第二年就廢止了 所以美國其實沒有 服務防禦台灣的義務 所以我已經給你帶藥了 那你自己要去撐著 如果撐不住 那是你家的事啊 最近經濟學人有一篇直接就講 台灣人們要去想想看 你是不是要為自由民主而犧牲 你要有這個覺悟 講的跟真的一樣 我就覺得這非常非常好笑 一個美國的議員先是叫我們說 台灣人會不惜戰到最後一兵一組 然後一個經濟學人跳出來 一個英國的經濟學人 跳出來告訴我們說 台灣人對所謂自由民主要有覺悟 要願意做出犧牲 台灣人願意做出犧牲 台灣人願意保家衛國 可是問題是 台灣人為什麼要為了美國人 為了英國人去犧牲 命是我們的 為什麼要為別人犧牲 這不是非常明確的一個道理嗎 實際上台灣的犧牲到最後 就變成我們的一切犧牲 都只是成就了美國的霸業 那我們幹嘛去幹這種事情 美國現在就是在下一盤大起 歐洲因為 我講的比較難聽一點 LP被人家捏著 所以明明知道 北溪是美國炸的 也不敢吞聲 那我們台灣呢 我不知道蔡英文 是什麼東西被美國人捏著 是他的論文被美國人捏著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他也是美國爸爸叫他幹嘛就幹嘛 那 台灣的未來難道也要跟烏克蘭一樣 被美國人就這樣操弄被玩到死嗎 我真的難以想像 因為如果萬一台海真的發生戰爭 請大家注意喔 烏克蘭跟俄羅斯已經演給老共看了 而羅斯一開始的進攻方式就是以為 我只要稍微威嚇一下 烏克蘭軍就會撤退了 那我就順利接收烏東地區 然後 就可以嚇著周恩斯基跟我和談 這樣我就順利切割 所以根本不需要花費到多少軍力 所以也沒有 一開始也沒有很認真的 把烏克蘭的指管通勤 C4SR全部摧毀 到戰爭後期人家已經掩蔽好 你再來做這件事就不容易 那解放軍一定會聚取這個教訓 如果真的被美國挑釁到 他們認為非打不可的時候 我認為台灣大概80%的 C4SR這些相關的對外的聯繫 還有監控的這些設備 大概第一時間都會被摧毀 那接下來我們就跟半瞎一樣 然後你這個時候還要去調度 還要去指揮部隊 還要去應付敵人可能的來犯 所以台灣的這場戰役 絕對會比烏克蘭戰役還要慘烈 因為我們沒地方可逃 所以看懂美國的戰略就知道 他現在烏克蘭玩到一半 又要來玩台灣 那如果台灣這一局也被他玩成功 那美國就可以擁保未來30年 甚至50年的世界霸主地位 那至於要不要成就美國的世界霸主 台灣人願不願意犧牲小小的台灣 完成大大的美國 就看台灣人自己怎麼決定 我們一起去看台灣人